韓國瑜 韓國瑜 一定要我們 才會命 好啦 希望才來 我現在告訴他 你不用說 我只是這個要把那個 高雄市業的那個 市業園 切愛其他一些 不可以黑白皮 黑白白 陳昌明身為韓國瑜護法大將 果然沒再讓人失望 把經濟部長找來立法院 認真討論太平島挖石油 韓國瑜至少有什麼錯 三千多億的負債 這是一般想像的海上挖石油 不過太平島底下厚厚山胡椒 如果這麼好挖 終於試過不會沒有挖到 韓國瑜護衛隊二號廖國棟上場 幾個會期之前 就有這樣的提議 太平島來挖石油是藍綠的共識 目前還沒有辦法去證實 說他的那個地底下 有這個油氣的一個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放棄了嗎 廖國棟為了證明韓國瑜的石油夢 考古拿出2012年的立法院決議 說藍綠綠同意中油應該前往太平島進行地質調查看看 有無探勘可能 不過當時中油早就回應沒有油氣 決議不了了之 誰叫廖國棟就是重提 如果太平島底下真有黑金 誰會傻到放在那裡繼續沉澱 韓國瑜不敢承認把挖石油白紙黑字當真 偏偏身邊呼喊大將很認真 雖然說油夢最美不代表說了咒語就會神奇實現 三天新聞尤家瑋 陳家瑋綜合報導